bismillah alhamdulillah salat ar rasulillah alannachn fui ad dos celli minad dosul muhim 今天 平 博茨 横茨的 阿拉之名 感赞 挑阳 重 世間 德 阿拉 愿阿拉 赐 富安于最尊贵的先知和施者 我们的先知 穆海 摩德及其家眷 与 追随者 今天我们学习第二课 关于穆斯林应当学的重要知识的第二课 那عم 第一课我们学习了穆斯林先贝先贤们如何去学习古兰经 纠正我们诵读古兰经当中的一些错误来正确地读古兰经 以及学习古兰经经文的意义意思 以及学习古兰经经文的读解 以及去执行古兰经 至于这一节课我们将要学习到最重要的一些知识 最重要的务迹也就是穆斯林必须应当做的一些课 在我们的务迹也就是我们的主命功修当中最重要的一些 阿拉不介绍任何功修 只除了一个穆斯林执行了这样功修才介绍其他功修 以这项功修作为一个穆斯林来讲是必须要学到的 也就是我们如果不学他不学这项知识 那么就不能进入乐园 这一门知识就是 也就是拜主独一 崇拜阿拉独一 你应当回答是 我是一个崇拜阿拉独一的人 你有可能被问到什么是讨黑的 你怎么样成为一个有讨黑的信仰的人 一旦你理解到讨黑的 是我们的使者穆哈摩德 他所带来的知识的理解 也就是正确的理解 那才是真正一个有讨黑的的人 一旦你说你不知道什么叫讨黑的 那就不可以了 如果你不知道讨黑的 拜主独一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么你说自己是一个拜主独一的人 那就是不正确的 同样提出一个问题 你是一个举办主的人吗 你必定会说 祈求阿拉保护 我绝不是一个举办阿拉的人 但是我现在有人问你 什么是举办阿拉呢 如果你理解什么是举办阿拉 脱离了举办阿拉 那你就不是一个举办阿拉的人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举办阿拉 你又说你自己 不是一个举办阿拉的人 那是不正确的 或许你正在做一件 做了一件大的举办阿拉的事情 而自己却不知道 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 也就是崇拜阿拉独一的真正意义 以及以便我们遵循 我们还必须要学习 什么叫 也就是举办阿拉 以便我们避免对阿拉的举办 那什么是举办 讨黑的是什么呢 讨黑的在教法当中的意义是什么呢 它是对阿拉的独一的崇拜和信仰 讨黑的是对阿拉独一的崇拜 没有对阿拉的任何匹敌 是包含了阿拉所独有的品性 他会的对阿拉独一的崇拜 其中包含了我们对阿拉独一的认知 以及对阿拉独一的崇拜 以及要知道阿拉的尊名与品性 是独有的 所以我们把讨黑的拜主独一 分成三个方面来理解认识以及尊行 首先我们要认知阿拉是独一的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认主独一 认主独一是什么呢 那就是知道阿拉是独一的 阿拉有独一的品性 他的行为是没有任何匹敌的 首先我们要知道 比如举例说明吧 阿拉的其中一个品性阿拉是创造者 任何阿拉以外者都不能从无造有 而一切万物都是阿拉创造的 第二个方面我们要非常重要的要知道 关于崇拜阿拉独一 也就是在我们的功修上来体现我们对阿拉独一的崇拜 也就是阿拉因想 唯独的崇拜 没有应受崇拜者 只除是阿拉 任何人都不应当把崇拜的行为 面向阿拉以外者 第三项我们要归信阿拉的尊名与品性 这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讨厌的 所以讨厌的拜主独一 必须要认知和了解和尊行的三个方面 同样我们还要学习关于 也就是举班 关于举班 我们分成两个方面来学习 大的举班 以及小的举班 关于大的举班 西西阿拉保护我们不要犯这种举班 如果一个人在大的举办的状态之下而死亡 那么他将要遭受永久的火欲 他如果向阿拉做了忏悔 阿拉会恕饶他 如果一个人犯了小的举办 以及在死亡的时候 在小的举办当中归真了 那么他将要遭受惩罚 之后而进入乐园 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这节课讲到了 关于 塔尔黑的重要性 以及 举办阿拉的危险性 以及我们要 必须要 从教法上理解 什么是塔尔黑的 以及尊行塔尔黑的 我们学习了 从三个方面学习了 关于塔尔黑的 我们必须要 决策执行 塔尔黑的 拜祖独义 所有的功修 如果在没有塔尔黑的 没有崇拜阿拉的基础 之上 都不被阿拉所接受 从根本上讲 崇拜阿拉的功修 如果没有塔尔黑的 那他根本就不能叫做 崇拜阿拉的功修 一个人不能进入乐园 只求是 他有塔尔黑的 崇拜阿拉度 塔尔黑的信仰 是我们 是我们得到 我们的使者 是我们得到 我们的使者 穆哈摩尔的 说情的一个原因 可以使我们增加 许多善功 可以使我们 罚恕很多罪恶 使我们获得 使我们能够得到 以马尼的甜美 是最尊贵的知识 在阿拉那里 在阿拉看来 是最尊贵的知识 我们祈求阿拉 使我们每个人 都成为一个 有塔尔黑的信仰 的人 使我们死在 塔尔黑的 崇拜阿拉之中 也就是 小大 阿拉肆 小小 嗯